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Olderman,我們終於要回來方舟方塊世界啦 今天呢,終於來到了這一刻了 準備要去抓大家眾所期盼的霸王龍跟雷龍了 那相對的呢,如果往後有觀眾在提及要我抓這兩位哥們的時候呢 把這個連結貼上去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老頭已經做過此事了,不要再催了,好不好 而且當時沒有七十枕 你想抓也抓不了啊,就算你抓了你也不能用啊,乾燈眼啊 我們現在已經七十級了 有沒有 我們已經七十級了 我都已經準備好我們霸王龍的鞍了 我們可以去抓他們了 那當然呢,如果喜歡這個系列,記得左下角按個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後來下方留言,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這就是對老頭的一個支持,感謝各位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呢,到了取名字的部分了 我有看到有些人取名字呢,有一些已經重複好幾次了 說真的 該怎麼講啊 我所指的重複是說 那個留言 我已經看過好幾次了 然後呢,他們非常的認真,一直想要讓我看見 一直想要讓我看見 但是呢,他們想要讓我看見那隻恐龍的名字已經被取過了 我只能跟各位講啊,那個被取過的我就不太想要更改啦,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別人的 算是已經算是別人的名字了 如果你會這樣擅自把他改掉,其實感覺好像對 被選上的那個人不是很好耶 我是這麼感覺啦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想 但是就是覺得說 都已經取了,那幹嘛還要給人家改掉呢 對不對 所以說呢,我比較喜歡各位是說把這個 沒有取過名字的恐龍 大家來取這個沒有取過名字的恐龍會比較好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現在目前這個狀況,有一隻恐龍我有點想要改名了 因為我忘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上一集老頭好像改名叫做什麼 超靈老木是不是 我記得我以前在直播的時候有提過一句 提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 超靈老木呢 這個池呢 我以後不會再用了 結果我居然把他忘掉了 我居然把他忘掉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我又用了他 我不用他的原因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說真的 就是 那個關於 關於某個度 幾度C的那個傢伙 然後其實說真的我跟他無怨無仇啦 但是呢就是 你也知道吧 莫名其妙就是 被人家在那邊誤會 然後在那邊 關中三風點火 我就不想多說什麼了 那 我曾經也說過嘛 只要是有關於他的東西 我完全都不會想要用 因為都會說我在學他 所以說 我要把他改名字了 好 這樣就不會學了吧 不要在那邊說我在那邊 論學人家 其實講真的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是人家學的 是觀眾提出來的 對不對 像我之前最早用那個什麼 西游記的 如來佛祖 幽王大帝 觀世異菩薩 舉行進特拜 使者 化果山 集合連動點 美猴王 其連大聖孫悟空 這個池 也有人說這個是 學那個什麼 幾度C的傢伙 這個明明就是好幾二三十年前一個 港片 一個港劇 西游記的一個梗 你在那邊說我在學他 喔 這個乳臭胃肝的小屁孩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在那邊討不會說 你看到了什麼 然後就說是誰學什麼的樣子 我就直接拿那部影片 打你一臉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反正總而言之呢 就是 我不喜歡這樣子 我要嘛就是切割乾淨一點 不要跟任何什麼實況主有關聯 做什麼 我學誰我學誰 不要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呢 就是我們現在學 學另外 取另外一個名字 哇 旅行青蛙耶 其實真的還蠻像的 只差他沒有帶墨鏡 如果哪一天 這隻青蛙可以帶墨鏡的時候 就真的超像旅行青蛙 喔 旅行青蛙有帶墨鏡嗎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沒有耶 可是我覺得他好像少了什麼點裝飾品 我覺得旅行青蛙好像 有帶個什麼東西來著 我忘記了 不管了 反正他就叫旅行青蛙 OK我們名字取完了 接下來 我們準備要去抓我們的 雷克斯霸王龍 以及我們的 雷龍大哥 好不好 我們廢話就不多說了 老頭這一次呢 準備了239隻睡眠標 我就不相信我抓不了他 然後我看一下 我想要帶一下煤礦 煤礦先帶一下 我們到時候需要很大的地洞 要很大的地洞的話 我們一定需要用到磚頭 速度才會比較快 速度才會比較快 然後我想要先裝一下水 OK 準備好了 我們要出發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來了 我們看到這邊前面有一隻霸王龍 等級21等 而且我們這邊 步驢蠻山的過來了 等級21應該OK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先給挖個坑吧 彎的話 很難抓 好不好就這裡了 這裡看起來 哇前面是邊界 這邊看起來蠻適合做坑的 剛好附近又沒有掌樹 這個地方比較不會那麼礙事 而且又是邊境 邊境的話應該是不會有低能恐龍跑過來咬吧 算不管了 我上得去嗎?重點 可以可以 讓我上去讓我上去 走開啊跳鼠走開跳鼠 我看一下一個大 呃寬度好像不太夠 應該夠應該夠 這個寬度應該夠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剛剛看到那隻雷克斯霸王在哪邊 看到還在那邊繼續的暴走 哇他在跟 亂打一通 過來喔 來啊 ㄟ不要跑啊 咬我啦 87咬我快點 他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執著於這一隻啊 他好執著喔 我希望他是 他可以這麼執著我 你知道嗎 look me senpai 你要去哪 過來啊 轉個彎面向我啊 沒關係我繼續射 就算你暈到這裡 我也要抓你 卡住了卡住了 哥就這樣抓好了啦 怎麼那麼87啊 這一隻 這超87的 我挖洞根本沒有什麼屁用啊 那邊有一隻迅猛龍 來了來了來了 為什麼走路那麼慢 幹為什麼走那麼慢啊 來了來了來了 終於肯面對我啦 蛤 來啦 這個洞你又不OK啊 好奇 跟他把他弄下去了 他把他弄下去了 完了這邊冰淇淋 欸他掉下去他掉下去了 他掉下去他掉下去了 完了 這周圍為什麼那麼多他跟庭 你們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沒關係 沒有關係 靠北他怎麼上來了 他上來了 難道我做的不夠深 咬我快點 敢飛太快他就不想理你了 我 快點 咬我啊 挖掉這 哈哈哈哈 尷尬了 我看到這邊兩隻 暴王龍 好 現在看起來安全多了 安全多安全多了 暈了暈了暈了 這王八蛋終於暈了 現在是非常時刻 靠要包塞姆丟出去幹嘛 超級非常時刻 走開不是你啊 我21等霸王龍 我21等霸王龍暈倒了 幹讓我上去啊 我們只有肉 3塊 暈眩值 60005 哇這隻21等血就 60004 4 但是 基本上單挑應該打不贏 我為什麼認為啊 算了 我們先不管雷龍了 我們先來玩一下我們的暴王龍再說 好 我記得我們家 前面常常會生一大群雷龍嗎 好我們待會再來看看好了 唉 終於入手了 我丟 阿絲 是 主動攻擊應該 不要讓他用主動攻擊 不然要跑去亂咬 我上來了 哇他負重700 我 又有劍 啊 又有劍超級吼叫 哇塞 咬 嗯 咬一下324 歐耶 歐耶 C劍也是咬喔 C劍是範圍攻擊嗎 C劍是輕咬級 喔左劍是重咬 輕咬跟重咬差在哪裡啊 好像沒什麼差別 但是卻分兩種攻擊 C劍的攻擊比較輕 對啊 C劍的攻擊比較輕耶 C劍89 左劍 259 然後血又多 是不是 等一下多少 哇等一下加100多 啊負重咧 等一下加28 我的天啊 哇 神奇霸王龍 欸有那個 不撿 哇 到時候我要幫他蓋一個家了 我們的家農辣農辣不了這一隻啊 哈哈哈哈 啊到時候沒有意外的話我應該會再開墾吧 真的 嚴格來講是塞得下去啊 但是雷龍 雷龍就沒辦法 而且 霸王龍可以直接跨過去了 哈哈哈哈 天啊 霸王龍 你就這樣跳 我可以用腳幫他們踩死啊 踩了啊 可以耶 撞傷 迅猛龍也是嫩咖啦 自不量力啊 不要自不量力的好不 到底 好不好 哇跑到沒體力了 啊這隻也是會跑到沒體力的啊 丟棄所有物品 耐力105 1050 攻擊力 喔 攻擊力 每點一下成長2% 不錯喔 咬 咦 咬到了咬到了 來來來來 去死吧 喔 蠻快 耶 迅猛龍爪 這個好像要三個才可以做對不對 武器部分 可以做了耶 玩一下好了 既然都打到了 而且又沒有耐久度 原始迅猛龍爪 有沒有看到 長什麼樣子啊 喔 一隻手而已喔 有差嗎 難道說他可以裝兩隻嗎 應該不太可能吧 他只裝一邊耶 揍你好了 好爛喔 這迅猛龍爪到底能幹嘛 哇攻擊這麼高 怎麼會這樣子 抓抓抓抓 好啦 拳頭攻擊力來講的話 說多了這個爪子 有提高是 的確是 算是不錯的啦 早期如果你要打到這個爪子的話 我覺得 算是一個不錯的 武器 但是現在呢 不使用了 好不好 OK 這就是我們的霸王龍 看起來好像剛喝醉有沒有那個表情 喔 就送耶 喔 從下面往上看感覺好像就是已經 ㄎㄧㄤ掉了有沒有 哈哈 ㄎㄧㄤ掉了霸王龍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嘟嘟鳥有的比的 兩個都是ㄎㄧㄤ掉的那一種 而且感覺好像在尖笑 這個 眼睛做的 不是 很好喔 稍微來講 霸王龍眼睛應該要很銳氣呀 怎麼看起來 ㄎㄧㄤ的樣子 好啦 算了 反正我們暴龍已經入手了 接下來我們準備要抓雷龍了 欸欸欸 走開 走開 幹什麼東西 唉呀 吸吧 喔喔打雷啦 這個是那個方塊方舟裡面特有的天氣阿 爆雷阿 雷爆阿 所以說各位如果在玩方舟方塊的時候 如果遇到這種天氣的時候 有沒有 我是個人比較建議阿 個人比較建議就是趕快做這個 避雷帽 不然的話你會被擠暈 被擠暈的話 如果剛好你會在空中 我只能告訴你 非常遺憾的 你會落地而亡 好了 這樣子的一個寬度喔 他應該是沒有辦法再上來了吧 哇塞 太高了 太低了 有沒有搞醜阿 看來必須再挖深一點了 這真的不太行 你看他爬上來了 他爬上來 他會爬上來 上來了 他是卡住還是上來阿 他是快要上來了 他是快要上來了 但是 應該不會構成 危險了吧 應該是可以抓了吧 可以抓了吧 這樣子 嚇我一跳 還是我們就這樣抓好了 反正他就卡條阿 這叫我就卡條阿 再挖下一層 靠北阿 靠北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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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翹到他了 阿 欸小 欸小阿 欸小阿 唉呀七七滴 好 等他不要生氣 他他他卡住 他真的卡住了 他好像不想 他好像不想傷害我了吧 他應該不會傷害我了吧 他應該不會傷害我了吧 他拉死了你看看 歐耶 就是這樣抓了 非常好 好啦 差不多啦 阿 欸 雷龍的死量很大捏 我餵超久的 終於 還差一點點 我的天阿 而且他第一次位跟第二次位的時間間隔超久的 但是之後會越來越快 這是每一個 欸我怎麼把神姆丟出去 是每一個那個 恐龍的這個設定阿 越來越快你知道嗎 那個美格龍在那邊應該不會跑來亂吧 拜託不要來亂阿 我正在馴服他 靠北這邊來一隻 啊有了有了有了 先抓先抓 打你耶快 雷龍哥 雷龍哥弄他 yes 雷龍之力餒 拜託 雷龍之力有沒有看過阿 好來吧 雷龍安入手了 不知道為什麼阿 雷龍不能變方塊阿 所以說 我們就只好再 做完 做完 然後跑過來這邊 帶他回家 阿阿阿阿沒有辦法做 他沒有辦法做 他沒有辦法變方塊 你看 沒辦法變阿 是故意的吧 因為如果他可以變方塊的話 可能就會太強大了 而且這隻血就七千 等級六血七千喔 保持度一萬二 負重就一千六了 好不好 超級大雷龍 為什麼 為什麼動不了了 啊動了動了 可是走太慢了 重點是走太慢了 哇,那雷龍好帥喔 那採果實 好廣喔 那採這個茅草也一大堆捏 哇,掃一下 白果,什麼果 很少千鈞 是不是 好爽喔 他除了這個之外沒有別的攻擊的 就單純就是採果實,然後 一個重型坦克的概念 不過之後呢,他也就是會有那種雷龍的平臺案 就是可以放在平臺上面,之後可以蓋房子這樣子 變成霍爾的移動城堡 大概就是那種概念吧 而且你在這個 應該說在這個新手區域,如果有霸王龍跟雷龍 我敢保證跟你講 這邊沒有半隻生物可以打爆你 絕對沒辦法 都是我們打爆他們 看見了沒有,我們現在尻爆他們了 好吧,我們終於抓到我們的雷龍哥了 經過了26級 我們終於成功了 經過26級,終於成功了 來來來,把它放在這裡 之後呢,我會設法讓他有一個居所啊 其實不用居所啦,在這個地方 喝水你看 多Q啊 其實他也不需要什麼居所啦 他在這裡已經是霸王了 隨便揮個一下 死一群耶 對不對,霸王龍也不用居所啦 你看一臉猥褻的樣子 是不是,不知道在吟笑什麼 想他的女朋友了這樣子 好不好,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齁 好,那我們下一集再看要幹什麼吧 我們這一集呢,抓到這兩隻重量級的生物啊 實在是非常的,非常的猛 我個人覺得 我們又更上一層樓了 好吧,那如果一樣呢 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 喜歡快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再見面啦 掰掰 一個小小小小的情況 我是蠢蠻來小小小小小 我要換一戶 你還是蠢蠻來小小小的 我們下去吧